我們接著往下走 往下走 我們來跟大家談一下 書面處分記載的第六個事項 剛剛但你看到的行政程序表96條告訴你說 書面處分要表明其為行政處分之一者 然後載明什麼 不符合救濟方向期間和受理機關 這叫做教室 好 來 接下來你看這裡 來 注意喔 好了嗎 好畫齁 這整個 你現在看到這個整個專題 書面處分的記載 條文在95 對不起 條文在96 96告訴你有六大事項要記載 然後97告訴你 理由可以不記名 再來 98 99處理兩件事情 如果教室錯誤的時候 救濟期間跟人家講錯了 98條有處理的機制 救濟機關跟人家講錯了 99條有處理的機制 好 這個比較喜歡考的是思慮的選擇題 如果是四等的同學 你只要知道說救濟期間 救濟方向跟人家講錯怎麼處理就好 來 98 99 畫起 98 99 來 看98 99 好 來 行政程序表98條告訴你 處分機關告知的救濟期間有錯誤時 來 告知錯誤畫起來 敢說不對 這時候呢 應由該機關以通知更正 通知更正畫起來 然後並自通知送達之一日 就從隔天再重新起算什麼 法定期間 可以嗎 來 第二項 處分機關告知的救濟期間 叫法定期間為常 叫常哪個字選起來 那 比如說 法定救濟期間是30天 他跟人家講50天 然後處分機關稅以通知更正 如相對人獲利害關係前 信賴原告知的救濟期間 至無法於法定救濟期間內提起救濟 這時候 而於原告知的期間內為知者 來 注意 視為於法定救濟期間內所為 這個指的是什麼意思 來 我畫個圖給你看 他這句話指的是喔 比如說提起書院 要自處分送達後 處分送達後30天內提起 A這個時點是送達 從處分送達後30天內提起書院 這30天 結果呢 行政機關批吧 跟人家講說 可以自處分送達之日期 50天內提起書院 那如果處分相對人在什麼 在這一段期間 在這個 這期間內提起書院的話 沒有問題 在法定期間內 問題是 如果他在這個期間內提起 怎麼辦 是不是已經余月了30天 余月在這個期間內提起 紅色化 諧星化起來 在這個期間內提起書院 余月了30天 余月的法定提起書院30天 余月的法定提起書院30天 可是在原來處分當中 人家處分機關告知的就是期間內 這時候98號第二項 專門處理這種情形 他說 如果你信賴原來的告知期間內 然後在原來的告知內提起救濟的話 我仍然當作你是在法定期間內所為 所以98號第二項 他是將原本已經余月的法定期間 視為在法定期間內提起救濟 好 再看一次98第二項 98號第二項告訴你 雖然有通知更正 如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 信賴原告知的救濟期間 自無法於法定期間內提起救濟 自無法於法定期間內救濟 而於原告知期間內為之者 有沒有看到 這時候法律上會什麼 視為 視為你在原來法定期間內所為 第三項 處分機關畫起來未告知 未告知救濟期間 或告知錯誤再畫起來未更正 自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持誤者 這時候自處分出送達後 一年內生命不符 視為於法定期間所為 一年圈起來 我跟你講 習生機關很喜歡搞這一招 他都不 他在一張處分書裡面對不對 他完全不跟你寫救濟期間 為什麼 寫救濟 原本你是平民百姓 你不知道可以救濟嘛對不對 你覺得處分機關 這麼說就這麼說 你就拿回去摸摸鼻子 有沒有這種情形 有 而且絕大部分老百姓都這樣 是嗎 是真的還假的 是 尤其像有一些專機的人 像地震室對不對 像他們這些人 他們怎麼樣 他們告知就 你跟他 像地震室有時候代替的人去申請案件對不對 你給他駁回 你給他駁回喔 地震室這個族群真的用 五個字可以形容 哪五個字 溫良公儉讓 地震機關說這個不行駁回 他就乖乖的駁回 跟當事人講說 不好意思啦 地震機關說不行 當事人說 好吧那就算 你說老師他不會提行政救濟嗎 他們比較沒有這方面的 因為他們考試沒有考這個東西 你說老師你怎麼那麼篤定 我去地震室工會上課 替他們教育訓練講行政救濟 我才知道原來他們沒有這個概念 沒有這個概念 然後更糟糕的是 一般老百姓你看像地震室這麼專業的人員 他因為考試沒有考行政救濟 他也不是法律人 他可能不知道說被駁回可以救濟 地震室都不知道 一般人民也不知道 行政機關做成行政處分的時候 他通常不把6 他通常不把這個6教室寫上去 為什麼 我不寫 我寫了你原本不知道就變知道 你就說可以救濟喔 那我要救濟 他未必知道什麼違反比例原則 違反法律法 不知道 他說可以救濟喔 那我要救濟 要救濟的話 承辦的人就要寫答辯狀 那很麻煩 所以他乾脆怎麼樣 不寫 現在的行政機關都搞這種爛招 都不寫 不寫沒關係 一年 可以嗎 不寫的話一年 原本提起訴願是30天 對不對 從處分後送到30天 現在就把你延長到什麼 一年 我一天到晚看到這種案子 只要是那個行政處分來 只要是那個行政處分 一來 當事人拿處分來 拿處分出來 然後問我有沒有救 我先看一件事情 我先看最後一頁 我先看最後一頁 看到有沒有寫教室 我先看第一頁 他的八文日期 然後再看最後一頁 看有沒有寫教室 然後看一下 喔喔好開心 一年 一年代表一件事情 我寫狀子可以什麼 慢慢寫 我不會有壓力 你知道嗎 我不會有壓力 不會有壓力 那個有期間最有壓力 最有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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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怎麼寫 今天晚上來找你 明天就戒滿 你要怎麼寫 你說老師晚上不要睡覺 你明天要開庭 哎呀這個像樣子齁 這個齁 不錯不錯不錯 這個厲害齁 先提再補 是不是 是啊本來就是要 先送去你 先給你 反正你給你 他分案要多久 大家知道嗎 他分案也要一個月對不對 再一個月 你可能在一個禮拜 趕快趕出來 就好就是補充答辯 有沒有補充書院理由 有沒有 可以呀本來就是這樣 尤其是我們那個什麼 行事訴訟 大家知道行事訴訟上訴幾天嗎 幾天 十天 是十天 十天 當事人來找你的時候 你剩下幾天你知道嗎 他拿到的時候 可能第一天第二天已經過去 對不對 然後他的心情 一兩天已經過去 然後再找 再找要上訴的律師 他不相信原審的律師 又一兩天過去 當他找你的時候 你安排時間 再跟他見面也一兩天 來找你的時候 剩下幾天你知道嗎 也剩下一兩天而已 怎麼究竟 寫一句話 不服判決 上訴 然後呢 理由容後補稱 大家都這樣問的啊 不然那個上訴理由 是最不好寫的 最不好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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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你以後有 再多同學 如果有機會要考慮是 你會遇到這種上訴案件 真的會弄到你晚上睡不著 真的 真的 上訴我接一個 刑訴上訴案件 下午打給我 問我說有沒有空 我說什麼事 他說 刑事上訴案件 我就聽到 刑事上訴案件不能拖 就馬上給他時間 叫他晚上來 晚上來之後 看著傻眼 問他說什麼時候收到的 他說不知道 我聽到三條線 什麼時候收到不知道 那所以過上訴期間也沒有 也不知道 那你要叫他明天再去查 有沒有過上訴期間 搞不好今天就過上訴期間 我就晚上幫他趕 11點大概40分 送到什麼 送到法案件去 讓他什麼 11點送過去 還算是今天上訴對不對 如果今天已經見滿 就不關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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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斤半夜去幫他送上訴狀 錢真難賺 真的啊也是這樣啊 上訴理由進去榮後補成 好那我跟妳講的是 理由可以榮後補成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你去提 一般行政機關 他會 他常常幹的事情是 處分書的最後一頁 他不會告訴你救濟 他不會告訴你救濟方案 期間還收理機關 那這時候你提起訴驗的期間 就從原本的30天 依照98號第三項 被擬字延長為多久 一年 你只要在一年內 都可以提救濟 他會故意不跟你寫 他就不想讓你救濟 那真的很糟糕 很糟糕 大部分都不會寫 我告訴你 大部分都不會 大部分都不會 我不會寫 我不會寫 而且我告訴你 我看到公務員 有一招越來越精緻 他那個 公文書裡面的那些文字 寫的什麼 含糊到到底有沒有法效性 你有時候還看不 你還抓不出來 這到底只是一個資訊提供 還是具有法效性呢 然後他寫上寫說 事怎麼樣啊 乙怎麼樣啊 這種字到底有沒有強制在裡面 音一定有對不對 事宜 或者...為家 或者為妥 靠 跟你寫這種東西啊 到底有沒有法效性 這會涉及到你的那個 究極圖性是不一樣的